現在要介紹叫做金 第一個金是黃色,剛剛講過嘛 兩個不是銀白色銀灰色 一個叫土,一個叫金金黃金黃金金黃色 然後重點 金是岩斬性最好的金屬 岩性是抽成絲,斬性是打成薄片 所以金可以把它打成很薄,拉成很小很小 你們當選滿月的時候 你們可能有些親戚朋友送了一個金鎖片當作滿月的禮物 那金鎖片看起來很大便 可是它的金沒有多少,因為它把它打得很薄 很薄,很薄 所以其實沒有多少的金而已 或者是那些廟裡面,所以說佛像什麼這些貼上金薄 看起來滿屋子都是黃金,可是事實上都非常的少 因為金可以把它打得很薄很薄,貼在上面 外表上亮金金,全實上沒有多少黃金 然後呢,因為純金很軟 所以真的是純金的話,它就很容易變形 所以我們會加一些金屬,讓它變得比較硬一點 那麼有一種叫做999的純金 999的意思就是99.9% 通常這樣就當作它叫做純金了 或者還有算是K,有24K就是所謂的純金 那18K的意思就是說,有24分之18是金 其他的是別的銀或者是銅,沒有金屬 所以18K金或者14K金,大多大都18K金了 平常都18K金,就告訴你K金的意思,OK? 背下來金是延展性最好的金屬 它的導電導熱第三位你可以不背 你可以不背它第三位 所以有一些電子元件 我希望它導電導熱性很好 但是又要能夠抗腐蝕的話 我就用黃金來做 就很久很久以前我就看過它廣告就說 它的那個東西是用黃金焊接的 就黃金在它的焊接東西 焊接 所以如果我希望它能夠抗腐蝕的話 我就用黃金做 因為它黃金的活性很小 很小,不大會作用 薄就白金 白金 比較硬一點,白金 然後薄的活性小,熔點高,高溫不易氧化 所以可以做乾鍋蒸發米 公司你看一看就好了 薄,白金,OK 再來就是拱 長溫長壓下唯一的液態金屬元素 前面教過的 我當初就講,我還要你記住 一個叫做長溫長壓下唯一的液態金屬元素 拱,水銀 一個叫做長溫長壓下唯一的液態非金屬元素 叫做秀 背起來 還有兩個色跟加,這兩個很容易液態 那個前段上一本課本 那個教授就賣弄學問 跟你講色跟加,怎樣怎樣怎樣 他們的確很容易液態,握在手心就會化掉 可是它是不是長溫之下的液態 不是,長溫是指25度C 他們兩個的熔點都比25度高 所以長溫長壓下唯一的還是所謂的拱 拱,拱是水銀,它可以做氣壓劑 可以做溫度劑 溫度劑我們提過了 氣壓劑以後會再提到它 所以就看一下,欣賞一下就OK了 OK 你在網路上找到一些那個什麼 好像是社來家的影片 講它很容易融化那個 拱,拱是水銀電子有氧化拱 這種日光燈管有拱蒸氣 拱蒸氣是有毒的 拱蒸氣是有毒的 所以我們說日光燈要回收 所以我們說我們現在電池要所謂的無拱電池 含拱量要沒有或者很少很少 免得它會污染我們的環境 所以告訴你說這電池不要亂丟 所以人家會回收我們的電池 免得污染環境,拱 然後拱會跟一些金屬麻在一塊 就形成叫拱旗 金拱旗就是所謂的拱跟黃金合在一起 叫金拱旗 銀拱旗就是銀跟拱合在一起 這個我以前有個戒指就這樣掛掉了 我忘記什麼東西 不小心那個水銀裡面的水銀就破掉了 碰到我的戒指就麻在一塊 就變成白白的灰灰的 那基本上對我人家都沒救了 因為它已經兩個就相親相愛的在一起 相親相愛在一起 OK 這個東西那以拱旗以前來填牙齒 因為它的膨脹狀況跟牙齒差不多 可是因為講過拱有毒嘛對不對 所以現在不用 現在不用,用其他的東西 OK 拱呢就是這個叫做 以前課本告訴你 現在已經完全沒有拱的實驗了 因為拱真氣有毒 因為拱真氣有毒 所以現在國中裡面只要完全沒有讓你碰到狗 完全沒有 以前還有讓你看一下 欣賞一下 現在完全沒有 因為你們的病都很寶貴 老師的病沒有關係 所以就完全沒有 以前有的時候告訴你 萬一你的狗不能撒出來怎麼辦 他說用真空法 然後把它吸 真空法的意思就是類似吸塵器 把它吸起來 但是你不可以用一般的吸人去吸它 你如果用過吸人就知道 你全面再吸 後面會有封出來對不對 你這樣吸 你現在吸的是一大坨 還好 你不可以用心的去吸它 你就 那往來會更慘 或者是撒上吸粉 或者流粉 然後就把它吸起來 把它再一塊 看一下就好 這裡還是有人考過 當然考過 不過你們現在已經不會碰到水銀了 再來就是烏 再來 那誰永遠最低啊 就是那個常溫常溫唯一的液態啊 誰啊 拱啊 水最高的叫做烏 最低的叫做拱 拱 OK 背 老師說不要背嘛 誰最高誰最低誰最好誰最高 那要背對不對 背 烏 做燈絲用 然後呢 碳化烏很堅硬 可以做切割工具 我們這次去宜蘭餐燈機的時候 他們就說 那給我一個 那個 做取樣的磚頭 下去要把它取樣的磚頭 他就告訴我們說 它上面一點一點就是這個 碳化烏 硬 可以裝磚頭 好啦 看一下就好了 重點要背 重點最高的金屬 是烏 可以做燈絲 這個叫做鈦 鈦的密度小 然後呢 彈性 低燈染性很好 耐高溫抗腐蝕啊 薄膜用途廣泛 你現在大概最容易看到的時候 在哪裡 眼睛好 說這叫醇鈦的靜鎚 我的汗水有強烈的腐蝕性 所以以前我的靜鎚經常會被我腐蝕掉 然後就變成很銳利 還會刮我的皮膚 所以呢 帶那個純鈦的就不會 你放蝕式 放蝕式 好看看 純鈦 好純鈦 眼睛航 然後可以就成合金啊 要直壓航太太看看就好 另外一個東西叫做太白粉 太白粉 二氧化碳 五白色五毒做油 現在用圖很廣 然後SARS期間 開始流行的叫做光觸媒 那光觸媒就是 二氧化碳 然後這個東西要照光 照紫外線 所以不要再灑灑的 在你家裡的地下室 去噴一大堆的所謂的光觸媒 那一點用都沒有有 沒有照到光 沒有照到光 要照到光 之外線它才會發生作用 就是二氧化碳 可以看一看就可以了 欣賞一下 以上就介紹一些金屬元素 把一些該背的東西背起來 就好了 OK